香喷喷的红霄鲜鱼 太棒了 在宝哥哥的指导下 这道很难得的四川名菜出来了 特别好吃 特别香 咱也给两个嘉宾炒一下 来来来 贾琳 嘴下留情 好嘞 嗯 好吃啊 导演导的这一出菜啊 它就是好吃 没有 主要是咱们演员演得好啊 我济世的时候吧 我们家里我妈就选做扇鱼给我吃 当时的扇鱼比猪肉便宜 比牛肉更便宜 那是叫赶集 或者四川话叫肝肠 春节的前夕 那是我挣工资第一次买扇鱼 我现在都记得住 虽然我吃扇鱼的时候是几分千斤 吃了好几年 吃到16岁的时候了 那时候扇鱼是两毛三一斤 所以红烧扇鱼这道菜对你来说 意义是特别的重要 就是我妈妈只会做红烧扇鱼 所以我对红烧扇鱼的印象特别的深 每年 每个礼拜有的时候回家 打个电话 妈 我明天要回来 妈妈 家里面准有这一道菜 红烧扇鱼 而且每次就是固定的座位 往那一做 这道菜准在我眼面前 离我最近 我妈基本上就是等我吃的差不多了 她们才吃 因为知道我太宣食扇鱼了 所以这道菜 如果说这个妈妈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这道菜对我来讲 无论从感情上 还从它的意义上 都是很重大的 其实我们吃的时候 可能没有感觉到什么 但是我们今天在说起这个时候 你感那种深沉厚重脑脉 有的时候让我们都快直不起腰来了 太深沉了 而且我完全赞同同学说这个 就是有的时候 小时候特别深的印象 一定跟母亲有关系的 一定是 一定有关系的 有的时候你不愿意去总结她 或者不愿意去 平时都很忙 不愿意去想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点软 我们不敢 或者不好意思去碰 五岁那一年我过生日 五岁之前我没吃过鸡蛋 我不知道鸡蛋什么味道 对 五岁那一年我过生日 到了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妈就煮了俩鸡蛋 完了给我吃 我现在还有那印象 我觉得鸡蛋是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吃的最美最美的味道 但是那俩鸡蛋 是我妈妈 从隔壁邻居家借了俩鸡蛋 就因为那天是我五岁的生日 对 至今为止 那种情景 那种环境 那种氛围 我还记忆 因为我们四十几岁 或者更大一点年龄的男人 有时候说落泪 不是一件特别光彩的事 但是就那点柔软 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愿把它自己身上在心里头 有的时候可能睡不着觉的时候 或者说碰到一种事情的时候 会想起妈妈对我们那点点点点滴的东西 让我们真的可能 皮白玉的时候让我们满血复活 或者说碰到一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勇敢地冲上去 其实不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后面我们有妈 有母爱 有妈妈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们 一想到这些吧 就就跟妈妈的这种情感 这种妈妈的这种情感的味道 是挥之不去的 当你演了贾宝玉 就是她特自豪吧 给我讲讲 给我讲讲 但是妈妈你演了贾宝玉 走到大街上那样子呢 那个 全中国都火了啊 见了你 那现在是偶像没法比的 全中国都追寶哥哥 那妈妈什么感觉 我 我 其实像刚才那个 你说的是对的 就我们那时候跟母亲的感情嘛 更藏在内心一些 更内敛一些 对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嘛 我都没有去拥抱过我的妈妈 对 觉得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就我现在觉得 像现在很多小孩子 跟母亲那种关系 那种交流 对 那种东西嘛 我们家肯定是第一时间 扑向妈妈 对 不安理就大声说出来 对 我们那时候真是做不到 但是 没有这样的行为动作 不代表我们就不爱自己的母亲 对 也不代表母亲不爱我们 对不对 像刚才我说的一样 在家里吃扇鱼 那个扇鱼一定是在我的 最近的 伸到一半的筷子 就能夹到的地方 每次都是那样的 再次感谢欧阳老师 给我们分享了妈妈的味道 是 和分享她小时候 跟妈妈之间的故事 谢谢您 谢谢欧阳老师 我们也祝愿妈妈健康长手 对 谢谢谢谢 欢迎来北京 谢谢